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洋洋音细生情 绝不可能 你看他和高伟光七搭都没火花 观众总是会对剧中人的感情产生联想 认为他们在剧中或生死虐恋或甜蜜安爱也会影响到演员本人 于是不少剧粉都会希望他们现实生活中也在一起 娱乐圈的大美儿迪丽热巴作为少数各项数据能和男明星抗衡的女星 她的剧也是令很多观众喜爱 因为雨洋洋的你是我的荣耀 两人戏中格外甜蜜 不少CP粉便希望他们能够正儿八经的官宣 在生活中也在一起 娱乐圈但凡是谁要爆出个恋情有了线索预告 那必然会有粉丝应诱到他俩身上 但很可惜 二人好似没有看对眼 迪丽热巴是一个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明星 如今自己已经站在如此高位 绝不会因戏生情 因为在她还是个小狐咖的时候 尚且能做到一心工作 更何况现在呢 她嫌自己日子太舒服了吗 因戏生情 日久生情 如果迪丽热巴一定会因为拍戏有个对象的话 那估计会是高伟光吧 同为嘉行一人 曾经的两人都属于给杨幂的嘉行大礼包 于是 他们俩搭戏那是家常便饭 其他粉丝苦求不来的二搭 对于迪丽热巴和高伟光来说 根本不存在 甚至他们已经完成了七搭 古剑奇谈 威时代 爱的阶梯 班书传奇 傲慢与偏见 三生三是十里桃花 三生三是枕上书 整整七次 事实上 除了最后一部戏 三生三是枕上书 是迪丽热巴和高伟光主演以外 剩下的六部剧包括 领迪丽热巴大火的三生三是十里桃花 二人都是作为嘉行大礼包 一起被杨幂带进剧组的 能有这样的老板 嘉行艺人都很幸运 迪丽热巴在自己还寂寂无名时 几乎每一部戏都有高伟光的身影 二人又同是嘉行的艺人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很大部分上重合了 而且那时的迪丽热巴年纪也小 小姑娘因戏生情 又是日久生情 倒也没什么好说的 等到二人以帝君和凤九的身份相处的时候 那可真是全网都恨不得他们在一起 续上帝君和凤九在现代的缘分 那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事情 但实际上呢 迪丽热巴对于其他了演员 高伟光有的只是同事之间的交流 不管是他没火时还是大火后 只能说他很清醒 没有因为剧中人而爱上现实中的人 杨幂与刘凯威合作了如意 唐烟与罗靖合作了锦绣未央 刘诗诗与吴奇龙合作了步步惊心 佟丽亚与陈思诚合作了北京爱情故事 不管这些明星如今的夫妻感情怎样 现在是否还在一起 但不可否认 他们曾经产生感情的方式就是因戏声 情曾经将剧中人的感情延续到自己 身上的确让观众开心了一段时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离婚 有人出轨 有人幸福 领人稀释 如此看来 足够清醒的迪丽热巴 面对其他的男演员都不动心 才是最好的选择啊 做同事才是最好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